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大诗人 四十年代三四十年代 就是冯志 冯志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他是1921年16岁的时候 到北大一科读书 两年以后就上了德文系 所以他是德文系出身的 他当时像鲁信 孙宇墨等等 很多老师在北大上课的时候 他都听过他们的课 毕业以后他到哈尔滨和北京 都教过中学 他写作和费民 他们办过骆驼草等杂志 这时候开始创作 他早期的作品有两个集子 一个是昨日之沟 一个是北游及其他 当然还有细事诗 长篇细事诗写得很好的 维漫 缠码 具体的 就是一个有点类似 所以国际体的这样一个诗歌 这个冯志它是跟前草社 陈宗社是有关系的 鲁信曾经对陈宗社和冯志 都有过评论 都有过评论 认为冯志是中国优秀的一个 抒情诗人 接触的一个抒情诗人 但为什么说冯志是接触的抒情诗人 鲁信没有进一步解释 那么朱志钦对冯志也有很高的评价 认为他的细事诗 堪称独步 那么早期的诗歌 一首是写细事诗 另外是写浪漫的抒情诗 1930年冯志到德国留学 接触并且迷上了哲学和艺术 就接触了西方的一些艺术家 哲学家 特别是奥地利有一个诗人 叫尼尔克 还有德国的戈德 这是冯志最心仪的两位大的诗人 与此同时 他对欧洲的哲学和宗教也很有兴趣 那么冯志的博士论文 就是研究有个诗人叫诺瓦利斯 他的作品和诗歌里面所体现的 自然与精神的类比 就带有宗教研究和艺术研究的性质 所以冯志这个诗人 他跟爱情不太一样 爱情是一个天分很高 是学画画出生的 那么冯志他扣班出生 他的知识结构里面 哲学和宗教的成分很多 他回国以后 先后在同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 昆明时期 就西南联大时期 这是冯志生活最苦的时候 但是也是他精神最饱满的时候 也是他创作最热火的时候 达到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 很短了几年 后来回忆 说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期 此时他还开始研究戈德和杜甫 那么解放以后 他主要是在文学研究所 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他写过杜甫传 他这个代表作 最四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的代表作 应该是十四行诗 这是在昆明时期 西南联大 在抗战时期 那个产品 也是现代诗歌史上 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十四行诗 所以这次科 我们主要来欣赏 建赏 逢字的十四行诗 那么关于十四行诗 有必要先做一点知识性的了解 然后我们才能够欣赏 这个英文呢 十四行诗叫 Sonete 这个文艺多呢 湖北人啊 他翻译成Songlet Songlet 湖北人 他的音译不太准确 那个郭沫绕 四川人 他翻译一个Songlet 但是因为文艺多已经翻译的 叫做Songlet 那么后来宋内体就不流行 那么也叫十四行诗了 最早呢 是意大利啊 有个地方叫Plovence Plovence 他这一种呢 快用乐器伴奏的民间的歌诗 文艺复兴时期啊 这个毕德拉克 奠定了十四行的诗体 就是说本来是民间的 那毕德拉克呢 把它转发为文人创作的 一个固定的诗歌体式 那么从此呢 就传播了整个欧洲 所以很多这个欧洲的诗人呢 都写过十四行诗 像莎士比亚写过一百五十四诗 十四行诗 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戏剧 是不是知道莎士比亚同时 是一个诗人 而且他主要写这个十四行诗呢 是吧 所以通常啊 十四行诗呢 有认为有两种体 一种是意大利体 一种是莎士比亚体 十四行诗其实就是欧洲的格律诗 是一种格律诗 特点呢是什么 音乐性非常强 注重格律 很难写 对诗人构成一种挑战 是吧 像我们古代的格律诗也是 现代人觉得很难写 对我们构成挑战 是吧 但是格式很优美 有高雅的那种贵族味道 是吧 所以几乎多数的欧洲的著名诗人呢 都曾经尝试写过十四行诗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 十四行到底怎么样 简单的说呢 所有的十四行诗 顾名思义 就是十四行 十四行一般分为前八行 后六行就两大段 前面是八行 后面是六行 前八行呢 又分为两个小段 就是四行一段 是吧 四四 后六行呢 又分为两个三行的小段 那就是什么 四四三三 或者呢也可以分为 四二两个小段 那么前篇呢 就是四个小段 也可以分为前面是四 后面是二 那就是四个小段 这个意大利体啊 一般都是这样 它的分段啊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记字 记字 就是四四三三 加起来不就是四四行吗 阴体呢 就是刚才说的 莎士比亚体 一般是四四四二 这实际上啊 就是四个小的乐段 音乐性很强 文人的创作啊 他不一定考虑配乐啊 但保留了和强化了 诗的行和韵脚 就增加那种诗的旋律的功能 和结构的完整性 这个诗歌怎么分行 是很有讲究的 是吧 另外呢 韵也保留了 那有用英语来写作的话 用意大利文写作 他那个都保留了韵 他有他的押韵的方法 为什么诗歌都有韵呢 韵有什么好运 好处呢 刚才说话好听嘛 当然好听很重要 还有一个是叫黏合作用 黏合作用 就使到那个诗啊 一行一行的诗呢 不会分散 而且适合朗读 适合记忆啊 这十四行诗 它的韵脚 要求是很严格的 但是样式比较多 一种呢叫暴韵 暴韵是什么 前面八行部分 就分为A B B A A B B A 或者A B B A B C C B 是吧 这个字母都对表韵的一个方法 叫A B B A 就是第一跟第四行押韵 B B 中间两行押韵 是吧 像 B C C B 也是这个意思 就换一个韵 后面六行的部分呢 这个报韵呢 就是C D E 或者两个C D E 或者是C D C D C D 这意大利题了 也有呢 做交韵或者同韵的 交韵是什么 像A B A B C D C D 是吧 这交韵 这是莎士比亚体 这个我们看起来 好像挺好玩 好像跟游戏啊 它当然这个创作 带有一定的游戏感 但不完全是游戏 它的月段 它的押韵 这个尾韵呢 都必须有利于 思想情感的表达 是吧 所以我 大家想了解 诗诗行诗更详细的知识 我们可以读 王力的汉语诗律学 里边谈到了 这个诗诗行诗 是怎么写的 那么李广田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 和散文家 他很欣赏 这个诗诗行诗 他认为 十四行诗的结构 或节奏啊 会起到一个审美的特点 什么特点 层层上升 而又下降 好像一层一层往上走 然后又下降 是吧 渐渐这个 疏拢 而又渐渐解开 以及它的错终 而又整齐 它的运法 穿来而又擦起 就是渐渐集中 而又解开 是吧 所以文艺多发现呢 十四行 结构 包含有 起层 转合 四个过程 它是用中国的 章法来解释 是吧 认为 形成了一个 三百六十度的弧形 有一种完整的建筑美 也类似于中国古典诗 四连结构 什么叫四连结构 起层 转合 大概十四行诗 它认为 也有 其层 转合的 这种结构 特点 这就是 十四行诗 本来是一种 洋诗 西方的一种诗歌体式 能够得到 很多中国的诗人 新诗人 喜欢 而且借鉴 尝试 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跟 暗合了 我们的一个 旧的格力诗 那么新诗 突破了旧的格力 束缚之后 刚才说了 一度 自由大发展 放任自由 没有必要的形式 结果 这个石膏的味道不足 所以二十年代提出了 新业派提出了 新的格力诗 是借鉴外来的 东西 这个借鉴了很多 包括五韵体 两行体 四行体 辉凡体 还有日本的 和歌 排技 但几乎都不成功的 像日本的和歌 什么叫和歌呢 和歌 它一共也就是 5G 5G它里边 它这个 字数都给你定好的 字音给你定好了 比如说和歌 它是57577 一共31个音 排技呢 是575 一共17个音 都是很固定的 而且字数比较少 所以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律师 所以不太适合表现 现代的情势 那么14行诗呢 它容量比较大 而且这种结构呢 和中国古代诗歌 有可以契合的地方 又不像中国古代诗歌 那么借律森严 每行的14行诗长短 阴律 这个押韵都快变通 是吧 所以甚至呢 还有一个就是长记 还可以跨行 它记者快写得很长 然后跨行 也有特殊的功能 总之呢 就是说14行诗 是格律师 但是又比较自由 比较适合表现现代的情势 所以现代很多诗人呢 都尝试过这种带有贵族气味的 是吧 很难写的14行诗 其中写得最成功的 就是冯字 所以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些冯字的 14行诗 以文本的解读为主 我先讲一下 那个14行诗是冯字 1941年 这抗战他在西南联大那时候写的 当时冯字住在昆明郊区 他每次到城里上阔 又来回走三路 走十五里路 他当然一边走那时候没有车 一边走一边散步 我们说了冯字是学哲学出身的 又接触宗教 所以他一边走一边思索 接近这个大自然 又有比较一个人孤独的思索的机会 所以他写了这个14行诗 这个写作 这个过程呢 几乎是一气哈诚的 他可能在散步 在走路过程中 获得了一些灵感 现在构思 回来就一气哈诚 1942年5月呢 开始这个出版 1949年再版 部分呢也曾经在文艺月宽上发表过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14行诗有不同的版本 其中有一种是1979年初的 冯字诗选里边的一个版本 有些记者有点调整 因为后来因为冯字解放以后 他对次我也有批评 说对14行诗的评价不是很高 做了很多修改 给每一首诗都加上标题 但是我们欣赏的时候 我们最好看年来的版本 就是这个40年代出的 我们准备着深深的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 突然有会心的出现 扛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气的悲欢突然在眼前 凝结成毅然不动的形体 我们赞领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一次交构 或者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生命在陈述 康风乍起 会心的出现 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写的是什么呢 好像是思维是比较跳跃的 这写的我想理解 核心的一个词是奇迹 是吧 会心出现是不是奇迹 抗风乍起 也类似于奇迹 这个诗写的就是奇迹 意想不到的奇迹 就带一种哲理的思考 人生很漫长 总是要有期盼 比如说爱情 比如说命运的转折 等等 都可能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奇迹 有些机翼 出现了 它就是奇迹 所以这奇迹的出现 很难按部做班的 有计划的去等待 它可能突然就到来了 所以你看他写的奇迹 出现的时候那种狂喜的感觉 他里面用了这个词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为什么是第一次拥抱 那种新鲜 激动 忘我 是吧 这时候时间好像是定格的 狂喜中那种时间的感觉 空间的感觉 跟平常不一样 所以过去的悲欢 突然在眼前凝结成 毅然不动的形体 为什么会凝结神 在这一瞬间奇迹到来了 那天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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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的感觉 空间定格 一次交沟 抵抑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美妙的一生 您注意 抵抑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 里边有一个跨航 这个也是一种艺术 它写的什么意思呢 生命虽然短暂 像小昆虫生命多么的短暂 但是完整就是美好的 就是重要的 有些奇迹的出现 对小昆虫来说 一次交沟是它生命的高潮 也是它的奇迹 是需要用整个生命来陈述的 所以这个诗 有人说写的是生和死的主题 完成了生也就成就了死 那么抵达生的高潮 就是死亡 死亡是辉煌的 是壮烈的 是高质量的 可以这样理解 但也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写 生命它那种完整 生命中有高潮的到来 高潮的到来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美国人都在期盼 生命中出现奇迹 在期盼 生命中的高潮到来 你们注意 这个诗带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 这个雕塑感 另外还要注意诗歌 就刚才说的 类似于中国的传统诗歌 起 成 转和 就一开始讲 旗子 旗子要出现 起 成 接着论述 这出现以后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转到对小昆虫的联想 也是对生命的完整性的联想 最后这个和 重新讲到一个生命要成熟奇迹 成熟那种会心的出现 狂风乍起 这才是完整美妙的一生 这写的是人的希望 人的期盼 是一种生命的感觉 生命的高潮 我们接下来 这个是第二首 第二首 什么能从我们的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 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尺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 好树开树深 深入盐冬 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 像退化的残鹅 把残客 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 安排给那些未来的死亡 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终究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 青山默默 这首诗也比较难懂一些 它写的是什么 如果说前一首诗是写生命的高潮 生命的完整 复苏 那么这首诗我想理解 它写的是死亡 你们注意其中一个词 脱落 树叶脱落 叶落归根 也是脱落 也是青春的消逝 脱落是人生的 时光的流逝 带有一种归根的印象 意象 最后都回归大地 也带有一点基督教的 那种宗教的意象 因为基督教里面认为 一切都是尘埃 这个人是亚当夏娃 这个磁主 他们用泥土 做成 吹口气 把他变成了有灵性的人 所以这个诗写的就是脱落 就是死亡 就是士气 你们注意 里面有我们安排我们 里面是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他化为尘埃 好像是我们在安排我们 不完全是上帝在安排我们 这是一种清醒的人生 理性的 主动的人生 交给秋风 好疏开疏生 即使面对死亡 面对生命的流逝 我们也应该很冲庸的 交给秋风 好疏开这个疏生 死亡并不是终结 而是一种另外的发展 所以你们注意 里面写到退化 脱落 泥土 一切都是很平静的 很自然 很安详的 都是安排 这个安排呢 当然是大自然的安排 但更是自己 是我们人的安排 最后一集写的真美 死亡就像一段歌曲 你看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这就是诗歌了 歌声怎么会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呢 音乐是一种很出向的东西 怎么脱落呢 但诗人这里是很美的 很自然的 归宗剩下了音乐的身体 画作一脉 青山默默 是吧 很难把它详细的解释 但是你感觉很美 这就是这种悠然的 安静的 那种 对死亡的一种描写 这个整个诗 节奏比较缓慢 也写得很放松 这个异象的安排是非常出色的 当然也有人理解说 这首诗写的是战争 战争也是脱落 是战争中民族的心声 但是也可以 我想还是理解为 这个生命向死而存在 每个人的生命 前面的目标都是要死亡的 这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命题了 在冯志的诗歌里面得到贯穿 另外欣赏的时候 你们注意 这个跨行的艺术 跨行 一句话没有完了 它跨一行 中间可能会制造一个停顿 那种连绵的感觉 就不断地跨行 这个阅度起来 也感到一种起伏感 生命的起伏 生命的不断地消失那种感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